俄军持续轰炸各战略要地 包括乌克兰第二大城卡尔可夫 跟南部重要港口奥德萨都遭到了空袭 不过俄军传出在乌东首度折损一架先进的苏凯35型战机 这也让乌军士气大振 半空中传出爆炸声 一团火球从天而降 直接坠落地面 俄军苏凯35型战机 在乌东19母附近遭到地面防空系统击落 战机飞行员也遭到俘虏 从残骸来看 遭及落的是苏凯35升级版 苏凯35S 属于俄罗斯空军四代半的战机 作战半径达到3400公里 可以挂载多达12枚飞弹或者是炸弹 每架造价高达14亿3000万台币 这恐怕是俄乌开战以来 俄军首度折损苏凯35战机 乌军也逐逆转胜 有人认为俄乌战争接近尾声 但第二大臣卡尔可夫 三号在将俄军炮轰 乌克兰西南部黑海沿岸的战略港口奥德萨 也再度遭到空袭 雄雄火光照亮了夜空 乌克兰谈判代表原本宣称 和平草约进展顺利 泽伦斯基跟普廷 渴望在土耳其之间面对面协商 却遭到俄方打脸 我想特别地辞认 我们的国家主要的主要 对美国与专门和专门 仍然不改变 254号将继续以失去的方式进行谈判 但为了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 双方都必须在战场上扩大战果 冲突也会越来越激烈 陈宇丽边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